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谭松韵再次火了, 凭借一己之力带篇全场,她的抗老能力,我是福的。 看起来谭松韵不仅演技非常出色,甚至连口误都能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呢? 最近,在综艺节目《你好!星期六》中,演员谭松韵的一个口误引起了很大关注。 她把霸道说成了霸气,这个小小的失误不但没有让她的魅力降低。 反而因为她可爱的反应和之后的互动,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。 她本来想说的是郑叶诚说她能喝,很霸道的拿起垃圾桶就开始吐。 却不小心把霸道说成了霸壁气。 这个小插曲马上引发了现场观众和其他嘉宾们的笑声。 而谭松韵本人也用自嘲的方式化解了尴尬,赢得了大家的喜爱。 节目播出后,这段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,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被谭松韵的可爱所打动。 谭松韵这一系列行为真的太搞笑了,整个节目都因为她而变得更加有声有色。 说实话,当我读到这里时,也忍不住笑了起来,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 不得不说你好星期六这次邀请到了谭松韵,真的是太明智了,这档节目的收视率肯定会大幅提升。 谭松韵真实令人十分惊讶。她已不再是过去的甜美风格,这次出人意料地走起了成熟性感的路线。 你看她,嘴唇如火焰般鲜艳,红得像桃花一样艳丽。身穿黑色紧身旗袍。 将她皮肤白皙,貌美如花,腿长的优点完美地展现出来,简直就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妖艳女神。 她的腰支轻盈柔软,线条流畅优美,白皙的皮肤娇嫩欲低,仿佛吹弹可破。 那两个微微凹陷的腰窝,在不经意间若隐若现,更增添了她的迷人魅力,让人不禁为之倾倒。 在精英节的颁奖典礼上,她的装扮宛如美丽动人,充满魅力的公主,瞬间在网络上走红。 就是这样一个造型,相关的微博话题阅读量轻松突破了3亿,这在娱乐圈中可是极为罕见的记录。 在《你好星期六》这个节目中,她身着一袭黑色紧身旗袍,惊艳了全场。 她将自己的美丽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。 谭松韻一直以来都给人一种甜美可人的印象,她就像林家女孩一样亲切。 然而,这几次的造型改变,让我们见识到了她与众不同的一面。 她能够从甜美风成功地转型为成熟性感风,这并非一世。 她不停地尝试各种新的造型,想要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风格。 除此之外,还需要保持良好的身材和做好皮肤护理,这样才能把这些漂亮的衣服穿出美感。 她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百变的风格,赢得了越来越多粉丝的喜爱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。 谭松韻将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,在演艺界展现出更加璀璨的光芒,真的是太厉害了。 谭松韻真是太美了,我超级喜欢她的容貌,简直美得让我心最神迷。 提前方的未来,雷采和时财猜味。